各位晚上好 欢迎您收盘由老云祥冠名过出的 今日股市 我是李琴在上海 我和各位 昨天的节目咱们说 指数在上攻的过程之中 明天感觉到要休整一下了 那么我们要重点关注 就是2900点 是否需要回踩叙事一下 其实今天在盘中 也是一度出现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调整 但是并没有触摸到 2900点的正数关口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市场的表现情况 上这边今天的收盘点位 是2919点 五天线还没有摸到 但是下方年线 还有半年线 依然被我们踩在脚下 成交量方面 我觉得今天我们要重点看一下 前三个交易日的成交量 都在3000亿左右 今天是一个明显缩量 今天护士单边 只有2543亿的成交额 创业版这边我们也来看一下 创业版今天是一个微幅上涨 0.39% 2159点 创业版今天是率先回踩到了 五天线的位置上 但是成交量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萎缩 今天创业版也只有1308亿的成交 如果说涨的时候 其实前三个交易日 都还是一个温和放量的状态 那么今天的这个缩量 其实也正常 但是如果缩了非常明显 是不是短期指数 还有进一步向下去 寻找支撑的可能性呢 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就是指数是一个缩量震荡的态势 短期还能不能向上突破了 A 能 半年线年线的支撑是有效的 所以可以继续上工 B 不能 上方的压力仍然比较大 所以还要震荡回落 稍后咱们来看一下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 那么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林世文和余伟也欢迎二位 稍后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观点 简单了解一下各大指数的表现情况 今天是中小创红盘报收 上正和武林市绿盘报收 成交量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对比其实就比较明显了 今天呢 互十两是加一起只有6500亿的成交 相较于昨天 你看缩了1000多亿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活跃度 74只个股涨停 有7只个股跌停 市场的活跃度也在下降的过程之中 今天是ST个股比较活跃 有30只个股涨停 4只个股跌停 赚钱效应也比较低迷 就是一个个股分化明显的市场 高位的调整 低位的活跃 53%的赚钱效应 好 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 对于接下来市场怎么看 林世文先来给我们预判一下后市 你觉得短期是需要再震荡 寻找一下支撑 还是说直接就可以向上突破了 我觉得应该要再震荡 寻找来支撑吧 对 因为这两天我们看到指数 攻上2900以后 就有那么一点冲高法力 尤其我们看到这两天 其实海外市场是大涨的 如果说行情很强的话 应该是趁热打铁 我们直接往上去攻 显然市场并没有选择这个方式 而是选择不断地冲高回落 我理解这是一种短期的洗盘 这种调整应该说可能还没有结束 因为明天正好是周五 周五呢因为周末有一个不确定性 就是所谓的如果指数低的话 很多人会博弈周末出利好 但是指数现在目前处于相对的高位 那么你能寄希望现在能继续出一些重磅利好吗 现在还不好确定 那你还要防的是什么呢 海外市场最近涨了这么多了 尤其美股都快接近新高了 对吧 接近新高了 那这块会不会随时出现回踩呢 如果他们出现回踩 那对A股呢形成也会形成一种压制 所以我觉得这两天的资金 可能它的链杖的情绪会下降 这也为什么今天成交量会萎缩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这是一点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为什么 行情要先选择往下呢 因为市场主线是在撤退的 比如说科技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权重品种 这两天攻完以后 尤其在周一 带领指数做了一波突破以后 它并没有选择继续高举高达 很多品种都在前期高位选择了一个冲高回落 你像券商 像保险 银行 中字头等等 你看基本上都是没有去发力 也没有太大的放量 所以我觉得像中线资金进场的一个节奏 它也不是很着急 所以我认为应该说现在这个行情 还不像是马上要去开启新的行情 这是一点 当然我觉得行情这里选择回踩 也不会是一个坏事 为什么呢 因为2900点这个是突破以后 它必然会有分歧 因为之前情绪都是比较低迷 或者是比较保守 那么突破以后肯定会有一个洗盘动作 那这个动作按照我的理解 可能大概是三天左右 可能要接近一个变盘窗口 因为我们看从3月19号 从低点反弹到现在 已经进入到第31个节奏了 那也就是说按照时间周期算的话 下周二或者下周三 会迎来一个变盘窗口 那么按照我们行情来看的话 照理来说也是一周左右的一个搭平台 再去进行一个方向选择 也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我认为应该说这一轮行情 这几天先选择去往下去回踩 2900点这个平台 不排除可能会跌破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行情 如果从技术角度只是踩到2900 可能对于主力而言 它也不足以能吸购很多筹码 因为之前有很多的资金是踏空的 那如果我要吸到更多筹码的话 不排除会被2900点跌破 让散户把筹码交出来 因为大家看到技术破位了 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减仓 这个时候减仓它会有更多筹码进场 所以我认为可能在这个位置会有所争夺 这个2900点至于说破不破位 我觉得也不是重要的 你只要记住 有这几天有选择往下回踩的话 我倾向行情应该说 后面看涨的概率会比较大 这个时候场外资金应该是选择进场的 一个预期会强烈一点 那么这点我觉得应该说参考一下 北向资金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它代表是一个中长线稳定的资金 它是对于A股的一个态度是非常积极的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 我们看到指数也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但是它们流落态度是没有变的 那么确确实实指数也是做了一个突破 所以我觉得北向资金的一个参考性 依然是有效的 然后这一周它们已经流落将近200亿 而且6月22号也是富士罗素的一个配置的时间点 那么从按照市场统计来看 被动配置可能会达到200亿 那也就是说后面一两周时间 还会有震荡进场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因素会支撑指数 后面还会往上去攻 去尝试去突破一下 或者去摸一下之前的一个出口位 大概2970左右这个位置 但是要先回踩一下什么 对 回踩其实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买点什么 就更好的进场的机会 对 好 我们来听听余伟觉得呢 短期是能够直接向上突破 还是说也需要先继续回踩去试一下 我可能觉得啊 就是这里今天因为缩量了 可能直接上空呢 可需要一个量的一个支撑啊 今天缩量其实比较意外啊 我觉得可能维持在7000亿左右啊 那么我觉得可能周五 就会一个阳线去攻上去了啊 就可能往上3000点攻了啊 那么目前来看 可能还有个横盘震荡 可能就在2900点的个位置啊 做一个震荡啊 但是刚刚其实林世文也说 它也是比较乐观的啊 其实短期它觉得 可能量缩了上不去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可能就不要去太在意中 短期是不是有回踩啊 就不要去 因为这有这个回踩 你担心你把这个仓位降下来 千万不要做这个动作 因为整体我觉得还是 乐观的一个判断啊 就是其实前面也放过来了 不是没有量啊 然后前面的一些地产啊 金融也动过了啊 就是那些大权重也动过了 然后科技股其实也是比较 你说调整吧 其实比较温和啊 没有出现出集体来大跌的这种情况啊 包括前期的一些消费电子啊 连续上涨以后 其实很盘转到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整体来讲 市场在寻找一些做多的契机啊 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新的板块 包括地摊经济也好啊 包括今天的果六也好啊 这些新的热点 大家愿意去追啊 地摊经济其实是连续几天了 就是热度慢慢慢慢再起来了 就是整个市场 我感觉到的这个人气啊 是在回升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趋势我觉得是向上的啊 那么这种回踩 每一次回踩都是机会啊 就是如果是仓位已经架上去的人啊 就不要轻易的减仓啊 那么如果仓位 现在还比较轻的人 如果最近有横盘震荡啊 那么手中 回调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以做多为主 那对于今天这个缩量 你怎么理解 你是觉得说其实是买的人少 还是说是卖的人少 我觉得可能还是一种犹豫吧 就是因为 就刚刚林师傅也讲 就昨天其实 夜间的美股是大涨了 本来是预期 我本来预期今天是 应该是一个仰天要开上去的啊 但是没有啊 然后呢 高低又有做一个切换啊 其实高位的个股 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温和的 因为我一直关注 消费里面的茅台 其实茅台和五粮业是在前天吧 就是创了历史新高 大涨创了历史新高 照理如果是弱势的情况下 这种历史新高应该是初步行情 那么应该是要调整的 可是这两天我们看到是横盘震荡 基本上是没有一个资金愿意出来的 所以资金进去是比较坚决的啊 就是只怕买不到啊 就是不愿意进去以后就不愿意出来的啊 所以可能在等待一个时机吧 或者等待一个期间 我不知道可能是政策上面的信号 还是一些量上面的信号 但是总体来讲 我觉得可能是做多的一个情绪 在回升的一个状态 但现在这个市场其实挺尴尬的啊 就放量虽然放了 但是放了三天是在7700亿 然后今天一下子就缩到了 我看一下啊 今天整个互试量是加一起 你看只有6500亿的量啊 和前三个交易日来比呢 这个量是明显缩的 当然如果和5月29号比5000 就前一个阶段 我们只有5700亿的量的时候 我们还是放量的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大家对于自己手上的筹码 好像都觉得挺好的 比如说如果你是拿着白酒的 对吧 你想松吧 你也不想松 你觉得酒好不好 好 茅台 五粮液 甚至其他的 好像觉得也还行 就消费这边 你觉得还行 然后如果你说手上拿科技的呢 你也觉得挺好的 你也不会松 为什么呢 因为你觉得 之前不是本周打过了 这样一根阳线 而且有持续性了 最差的消费电子 都已经持续反弹了 那我的科技 不是也应该反弹吗 好 那我也拿在手里边吧 然后你看 消费这边不松 然后科技这边不松 还有什么呢 医药医疗 医药医疗呢 也不松 也觉得说 那这个不是应该 业绩比较好 中暴预期比较良好的品种 对吧 中线我也不松 所以大家如果都不松的话 这个市场 只能等着厂外资金 来进场推 而且厂外资金 只能选择的 什么方向呢 现在我们不会有 全面的大牛市 所以它可能只会选择 某一个方向 但是你看这量 一缩下来 今天明显感觉 好像没有人进场 没有人去抄底 没有人去做多 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林世文怎么看 我认为前面说了 就今天缩量也很正常 因为周末 大家是无形炼奖 但是正常缩量 明天缩 对不对 为什么今天 我是这样理解 就是这个位置 其实如果是往下 能探一探的话 会放量 但是指数就是不放 就是不往下探 比如说如果摸了29 甚至破了29 对 但是是因为 没有往下探 所以厂外资金一直在等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就是现在是厂内的资金 拿股票的人 心态会好一点 在厂外的心态会比较着急 因为之前2900一波上去了 他买不到筹码 所以他选择是什么 要等他回踩 所以这两天 他就是做一个回踩度 那你看到很犹豫 每天打下去就拉回来 打下去就拉回来 而且2900 他就迟迟就打不到 对吧 前天我记得是29009点 然后昨天2900几点 今天又是2900 对 就是打不到2900 所以说这指数到不到位置 那资金他又还在观望 所以说他选择就是等待 前面我说的 可能海外市场也这样涨了 那他也不着急 对吧 那我觉得所以说 这个成为一种就是 内外 就是内部的资金 多空之间的 对他会有一种观望 他在这边观望嘛 里面的人是不急着抛的嘛 所以厂外资金 要等一个实际进场 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成为 今天一个缩量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觉得这个点 他这个缩量不会太久 因为你想今天说 6500亿 其实还比上次要高嘛 对吧 一周之前的五六千亿 现在还是属于一个 放量之后的一种缩量 这个应该是属于正常的 当然现在如果是有一些 不确定因素 比如说利空啊 外部的因素啊等等 会导致旁边出现一些变化 也有可能 但是呢 我觉得这种概率会比较小 因为之前大家也看到了 五月底能看到利空 基本上都已经看到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呢 大家就等待一个时机 一个点 那正当之音 我觉得啊 就现在看什么 看一些低位的一些券商 金融 对吧 或者是一些家电的 或者汽车类的 或者是中字头的 你看他们什么时候放量 我觉得现在他们是比较关键 我今天看穿越版 有一个很关键的情况 就是穿越版这件走势 其实比主板要弱的 所以我认为呢 现在的风向标 其实旁边的热点 还是在像科技啊 消费啊这些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是要带领指数 做一个方向性的选择 那很关键的 还是在低位的权重 他们什么时候选择 放量 代表资金是在进场的 因为我们说的 机构资金进场 它肯定是配这些的 而不是说去追高位的 去科技 或者消费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配的意义是不大的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呢 风向标已经告诉你 你看好这些品种 它什么时候能存起来 那这个行情呢 其实就是很明显地告诉你 哪个位置突破的 这种压力会小一点 那我觉得选择上下 可能概率会更大 我们再来看看创业板 这两天我们就说 其实50和创业板 之间是轮动的 就是你如果说上一周 那可能创业板强硬 但如果这周肯定是 就是权重这边 会更强一些 但是如果单从 今天的表现来看 至少创业板 是踩了一下五天线 对吧 调了三天 踩了五天线 还是红盘报收的 所以短期是不是又 重新轮回到创业板了 是不是可以它先 率先地展开这个反弹 余伟觉得可能吗 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其实前段时间 有过讨论 就是从指数的角度来讲 创业板指数的 编制的一个方法 是完全优于上证指数的 因为它就是权重带 只要权重抢 这个指数就会起来 就不是一个 全流通的一个状态 就100个个股 那么重要情况下就是 现在其实这个 我们说是个结构性的市场 就是好的股票 它会越来越吸引 增量资金会进去 就是它在趋势当中 那么从我目前的观察来看 这种无论你是生物科技也好 然后医药也好 生物科技消费也好 这趋势好像还没有结束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 新增的资金进来 可能还会短期 短期可能还会往 这种趋势的票上面走 那么短期的创业板 也会顺着这个趋势往上 那么整个创业板的 我们看无论是前期的一个 从两月份到现在 其实总体来讲是强于主板的 就强于传统经济吧 我们讲在整个经济不确定性 还是有的一个情况下 就是做多一些科技的 做多一些 今年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些行业 还是大家想的一条主线 一条方向 那么这个主线 我暂时看到没有大的一些变化 所以我觉得创业板 后面的一个走势 可能还是会比主板强一点 因为它本身指数编制 也会比较好一点 除非我们以后看到 上阵这边有新的指数出来了 那么可能会有个对比 那么目前来看 可能创业板 从指数的角度来讲 会比包括上阵50也好 上阵中指也好会强很多 林盛文对于创业板的判断是什么 我是倾向于创业板 这段时间要休息 因为大部分品种 它的位置都很高了 你很难去下手 我前面说过 机构如果这里面 有新增经济要进来 肯定也不是首配它们 就首配的就是 你要么寻求有进攻性的 低位的品种 它也有进攻性 那也有安全电 那创业板呢 其实我看到这两天 前面说过了 就是它是在我们周一 那个阳线实体的 一个内部运行的 但是呢 我们主板这一块 它是在阳线实体的上方运行的 就从这几天走势 就告诉大家 创业板呢 似乎有那么一点走漏的感觉 而且呢 科技股这几天 它已经有点用力过猛了 很多品种像消费电子啊 这两天都走得很强 包括医药的一些品种 所以我认为呢 现在呢 这里面再去高举高达难度比较大 尤其这里面 我们看到一些消费品种 这两天高位是呈现一个 筹码松动的 那包括今天的科技股 也是一样的 那他们因为前面的涨幅是比较大的嘛 所以这一轮的回踩 我觉得可能也需要一定时间 按照我认为呢 可能会比主板的时间要久一点 至少一周以上了 对 因为从幅度上来看的话 远不够 这两天可能有些跌了5% 10% 但是呢 它之前是涨50% 那至少呢 我认为呢 可能要回踩个20%的话 那后面那段时间 可能还要延续调整了 所以你是觉得创业板 可能要调整的幅度 时间都要比主板来得更多一些 对 但是呢 也不是说大幅度 深幅度调整啊 就是前面说的 就是对于行情总体而言 我还是看好的 那就是说 随调的少一点 随调多一点的问题 或者其实你是觉得 比如说接下来 如果指数再有行情 比如说再有上涨的空间 操作的机会更多的 应该是在权重这边 是吧 是在一些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 而不是在科技这边 对 现在来看的话 节奏我觉得可能会侧重于 去低位权重会更理想一点 好 我们就来说一说品种 因为指数在这个位置上 其实今天是一个 非常明显缩量的 这个缩量呢 相较于前三个教育成交量 还是一个大幅萎缩的状态 确实呢 当然你说 这是因为快周末了 大家不愿意大局做多 也可以 但是你说 确实大家没有 非常明确的做多方向 也是可以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大家很多筹码 你都不松 如果你都不松 你就需要有更多的钱 来推动 你们手上所持有的 这些东西 要不然你就是 真的打出一条 持续性的主线出来 然后另外一边的筹码 才会选择松 但是这个市场 确实有一个现象 就是高低切换 就是高位的个股 会出现比较深浮的调整 低位的个股 会出现反弹 但是你不确定的 就是低位个股的持续性 就是所谓的新的主线 到底是谁 谁更有持续性 我们先来说一说 消费这边 因为今天消费 科技 包括金融蓝筹 我们都会来分类说一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就是我们提了 已经有几天的 就是有关于这个 地摊经济 今天还是一个 比较活跃的一天 你看这整个一板 这地摊经济 全部都是涨停的 也正是因为 这些个股位置比较低 然后能够出现持续上涨 也激活了整个消费板块 比如说有水产品的 是吧 然后有啤酒 然后昨天有卡车 今天有单车 就是总归是 你跟这些地摊经济 能够挂上边的 好像今天市场 都会有活跃了 但是是不是还有持续性呢 我们来听一听 二位嘉宾的观点 于伟先来吧 觉得整个地摊经济 又是感觉再一次 激活了大消费 但是激活的面孔 其实和之前涨的 那波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机会接下来 地摊经济 我觉得接下来会分化吧 就是一些纯概念炒作的 就是没有说实际业绩影响的 逐步逐步肯定会示弱的 那么除非它里面 有些强势的油资 连续打板的 那么另外来看 那么里面会有一些 其实我觉得 不只是地摊经济 它本身如果没有这个概念 本身的整个的生意的结构 也在变好的 就比方讲 最近比较强的啤酒板块 就啤酒板块 其实如果没有地摊经济 这个概念 其实整个板块 其实也是上涨的 我们看青岛啤酒 其实连续上涨 已经创过历史新高了 然后借着这个地摊经济的风 又创了一个历史新高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概念 它本身的业绩 其实也在持续地改善的 所以这种股票 可能会持续地做好 它就是会脱离这个概念 然后让资金发现它的价值 然后有新增资金进去以后 做一波快速的拉升 包括其实整个啤酒板块 包括一些临时的板块 可能里面会有部分个股 逐步逐步走出来 就脱离这个概念了 就不是说我是炒概念的 我是发现它的价值 而且它的业绩 随着这种 无论是地摊经济也好 我们的消费的起来也好 我们会发现它的业绩 会逐渐逐渐地改善 那么这种个股 会有一个比较长的持续性 你说的这个啤酒 其实和我们之前看到的 比如一些地摊经济的品种 其实还有点不一样 因为啤酒在之前 就是我们扩大那区 刺激消费的那个阶段 其实已经炒过了 就是白酒 对吧 然后到了啤酒 然后是不是我们地摊经济 可以说是给这些 消费类的品种 就是再添加了一个上涨的逻辑 其实就是一个催化剂 那除了啤酒之外 有别的东西 也会被带动起来 就哪怕之前 什么也有市场表现过的 但是可以再催化一下的 会有吗 我觉得可能还是 就实体的一些 比如说零食 比如说还是跟吃有关 因为现在其实 比如地摊经济消费 其实大家鼓励夜间的 速度食品 这一类的会吗 调味品 有一些比如说 绝味食品 这种其实是绝对对它的 实际的销量 其实绝对是有影响的 然后比方讲一些 比如说恰恰 三只松鼠 这些零食 那么晚上大家出来玩了 可能对它的销量 的确是有实际的影响的 本身它的赛道又很不错 然后现在又在趋势当中 然后有这么一个政策也好 这种趋势也好 那么它的业绩可能会比 原来想到又上一个台阶了 那么在估值不变的情况下 它的业绩上行台阶的话 它的整个的股价的一个空间 可能也会上一个台阶 林顺文怎么看 地带基金因为是新的题材 所以我觉得这周 从周一炒到现在 应该说还是比较亢奋的 当然我觉得明天可能会分化 因为一周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从有些各国都五连版 像广摆 四连版 五连版 这种品种涨完之后 那么后排品种会分化 这个我觉得是肯定会出现 另外地帕基金它会在呈现 一个慢慢衍生开来 一点待面 之前炒的是百货类 小商品成商品类的 那么这几天炒到一些交通工具 像自行车 还有电动车 摩托车等等 对吧 还有一些比如50汽车 港股那边走得是非常强 当然我觉得还会衍生 衍生在哪里呢 比如说今天又起来 起来什么呢 纺织服装类的 像烂杀股份 包括一些 比如其他一些服装类的品种 还有我们看到 今天还有一些其他的 像餐饮类的 比如说一次性的餐盒 就是环保一些餐盒 最近应该先树令 可能这块里面会不排除 里面有一些对一些 生物降解一些塑料 它这块需求也会增加 包括一些环保卫生 因为大家看地毯经济 可能之后 就是夜生活结束以后 它这里面的一些卫生问题 也会引起就是管理层的重视 所以我觉得这个环保里面 这块也是作为一个分支 可以作为后面的 可以去挖掘的一个方向 就是还是有一些具体的方向 可以去挖掘 但这个挖掘的也是 比较有难度的 其实现在这个地毯经济 其实跟之前的网红经济 应该是有点一脉相承 对 因为网红经济 网红直播带货 也是在推销商品 然后这次无非是 从线上转为线下 所以说很多一些服装 仿之类的 我觉得就是这个道理 可能也会涵盖到 一些前期没有涨起来的品种 可能会被带起来 我们之前就是说 比如说市场 其实相对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存量的市场 即使你看放大到7000多亿 但其实还是你需要 比如说资金的腾夺 或者更多的增量资金 才能推动 但是现在大家会发现 这个消费这个板块 除了之前有网红经济催化一下 现在你又可以有地摊经济催化一下 之前有55购物节催化一下 现在有618的这样的一些因素 对吧 又去催化一下 所以是不是使得这里面的资金 还是愿意在消费里面继续扎堆 对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这两天有个现象什么 像高位的 像严金铺子 克敏灭延 这类消费品种 它在走路 对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资金性质是一样的 它从这个消费里面 高位的消费里面撤出来 去找低位的 之前给人感觉 不是很高大上的 这些消费板块里面 它重新去布局 所以说这里面 我觉得有一些游资的行为 也有一些机构的行为 因为确实像有些商业百货类 确实跌了已经 市径都在一倍左右 对 顺应的十几倍 都很低的估值 当然是因为它这些没有题材 所以说炒不起来 那这段时间呢 应该说有带来网红经济 加地商经济这两个概念 所以说很多资金愿意去参与到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 它是一个趋势 也是顺应的市场的高低切换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 可能会衍生开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也是在这里 资金愿意去做 对 好 我们说到了高低切换 那就来看看今天市场的一些 高低切换的现象 我们来看一个 科创板其实是比较直接的 一个高低切换 今天呢 科创板的个股 真的是表现 还是比较明显的分化的 互归是这一波 可以说科创板 涨幅最大的个股 但是今天跌幅 达到了13.7% 但是呢 在第一位的科创板 也是同样的 红泉物联 今天是打到了涨停板上 我们来看一下 几只个股的对比吧 江苏北人 红泉物联 包括像有方科技 这些都是相对低位的 然后今天涨起来 但是你看 互归跌了13 光云是从今天涨幅 最多有8个点的时候 然后到7个点的跌幅 你看这一天的振幅 安吉 华特 对吧 这之前 还有中微 都是之前比较强的个股 所以这也使得科技股 今天也是出现了 这样一种高低切换 比较明显 前几个交易 最活跃的是消费电子 然后和光刻胶 新能源车其实是比较弱的 但是到了今天 你看 新能源车 0.3%的涨幅 光刻胶 跌了2.69% 我们来看一下 光刻胶的表现 今天艾斯凯 因为之前都是 一直涨停上去 今天直接打到了跌停板 然后还有江华 之前也有过联板 今天跌了近8个点 还有荣大 上海新阳 今天跌幅都比较大 我们来说一说 高低切换 然后不同的品种 哪些还有机会 哪些还有风险 然后余伟先来 跟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今天跌幅比较多的是 光刻胶 这算不算是这个题材 已经结束了呢 就三大主线板块 我们说医疗 消费 科技 那么科技其实它的 基本面 也不能说不扎手 就是估值 跟它最不匹配的 就是适应率是极高的 当然有可能 有可能说 就是科技股 你不能看适应率 但是 据我自己的 投资体系来讲 我觉得是没办法下手的 那么这种地方 可能还是一个 资金的博弈 就是这种 我觉得行情 或者这种 趋势结束了 里面的资金 会跑得比较快 就是它不会有 久留的一个状态 像消费的话 它里面会有一些 久留的一些资金 就是它可能不走的 那么它的波动 会相互对的小一点 那么科技可能 就是一个波动的状态 所以不一定说 行情结束 只能可能 这一轮行情结束了 它有个调整以后 下一轮还会起来 那科技股就是一种 我们说波浪式的操作 就是大的方向趋势 科技股肯定还在的 我们整个科技股的 无论是盈利的增长 还是收入的增长 我觉得可能趋势 还是向上的 但是这里面 会有一个波浪性的操作 是震荡向上的一个状态 所以短期可能 科技股要歇一些 科技股相对于 医疗和消费的话 可能是最早歇的 那么这段时间 可能还没有 就怎么谈了四天 就又要歇了是吗 科技股里面 分支也很多 光刻胶的话就会高一点 就是里面还会 一些资金的腾挪 就是光刻胶休息了 可能消费电子 未来会好一点 就是科技里面 它专做科技的 那么在里面 会做一个高低的切换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你觉得科技里面 哪些地位的 会有一些持续性呢 其实我最近 关注的是消费电子 消费电子 包括我的那个组合里面 其实前期也配了 一些消费电子 消费电子的逻辑 比较简单 就是它的本身在科技里面 其实还算是 我觉得估值还算合理的 然后接下来会有个换机潮 5G以后的换机潮 有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 那么里面 而且的确随着这个 我们说这种 新的一些技术的出现 会有一些龙头公司 包括前段时间 力询金币是创了历史新高 那么所以整个板块 可能还会有带同作用 我自己看的一些 比如说做天线的 做手机屏幕的这些 其实未知都还可以 那么前期我看了 比如说有个叫 分花高科的 那么它的 有个强大的扩产 未来几年会有 几倍的一个扩产 那这种就是 非常坚实的一种基本面 我们就是找一些 可能未来成长 比较确定的 这些消费电子的 一些个股 那么我觉得 还会有比较好的一些机会 就科技里面 可能会看相对低位的品种 然后消费电子是一个 是一类 好 林诗文呢 觉得科技怎么看 科技呢 我短期还是谨慎一点吧 因为户归 本来是这波科技股的龙头 然后今天 昨天还观客交 还是比较强的 今天也基本上 是集体的一个回撤 然后尤其呢 户归今天是跌了百分之三点几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 是对于整个科技股呢 刹断力比较大 尤其他们是高位开始调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整呢 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 就算中间会反弹 那也是定性会反抽 按照我们看到之前 像卓胜威啊 这种品种 它跌起来都是20个点以上的 一个回调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 这段时间涨幅比较大的品种呢 一定要注意和风险啊 因为该催化的东西都已经催化了 包括618呢 这个购物节啊等等 对吧 很多人就看到前段时间 就是苹果打折促销 然后呢 又带动一轮消费电子板块走强 那这个时间点越来越近的话 那这里面肯定之音是会提前去 进行一个撤退的 所以我认为呢 这段时间科技股呢 应该说是 基本上是已经告一段落了 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 你觉得科技股里面 具体的高低切换 也不会再继续发酵了吗 或者再挖掘吗 应该也会 但是呢 科技呢 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大部分品种的涨幅都不小的 你要去再去挖掘的话 无非就是比如说 新能汽车里面 有没有一些 这段时间没有太大涨幅的 它也算是为科技嘛 或者是5G里面 对吧 可能这段时间涨的都是芯片啊 或者是一些 比如说一些屏幕类的 对吧 这种面板类的 后面的会不会切换 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呢 可能比较小众 就是大的一个趋势在往下的时候 可能更多品种呢 它其实基本上都是零星的表现 所以我的总体来说 操作难度呢 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就是科技集体的 比如说 集体的爆发 可能在本周这几个交易 你觉得已经比较充分了 对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两月份 当时那波科技股 也回产是非常的惨烈的 对吧 一月份当时是很亢奋 多一波林医的上涨 疫情出现的时候 也是创新高 那两月份之后 回来我们看两月底 那些科技股 基本上跌30%以上 但我觉得现在很多个股 都已经回到前期的高点了吧 所以这个位置呢 继续打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尤其没有增弹资金 那你就说让谁去接盘呢 对吧 那你看好点什么呢 觉得科技这边不行 觉得 虽然可能有零星的机会 但是你找起来比较难了 对 那你觉得有哪些品种 大家可以去做的 我觉得应该是跟就业相关 就是现在增加就业的方式 是市场会重点关注的 比如说低碳经济 对吧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教育行业 教育产业呢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应届毕业生 要找工作 那么或者你要去考研 考公务员 那么这一块呢 我觉得是一个解决就业的一个 也是一个渠道嘛 所以我觉得应该说考研呢 从过去几年来看的话 人数是不断地攀升啊 到去年已经有341万 但是呢 录取的人数多少呢 只有80万 这录取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那按照今年的一个预算来看的话 可能会接近400万 因为今年的一个疫情的影响啊 所以我觉得选择去考研的人会增加 那录取比例就是 五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录取的话 难度比之前要高很多 之前是3比1 或者是4比1 那今年有可能到5比1 那难度越高 竞争越大 你要怎么办呢 你要报考培训班吧 按照之前机构统计呢 人均的培训呢 可能在2000块以上 那也就是按照今年的市场测算的话 这个市场会接近80亿的规模 这个是考研这一块市场 另外还有一个公务员考试嘛 公务员考试呢 这几年竞争也非常激烈啊 从18年是59个竞争一个岗位 到去年是95个人竞争一个岗位 今年的情况我觉得会更加的大啊 就是这个竞争的压力会更加大啊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这里面的教育的一个市场前景 应该是将近1400亿的规模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以看看 另外呢 从一些教育龙头来看的话 A股的教育龙头 去年的业绩增速非常高 也就是在过去几年都是在50% 那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嘛 我觉得这个增速呢 应该还是会维持一个高增速 那当然很多人说这个是A股的情况 那我们看一下港股和美股的情况 就是教育板块 职业教育这块呢 同样的都是大幅度的上涨 最近很受欢迎啊 就像中工教育是A股的龙头 从过去的三个月时间放了一倍 它现在目前是只是1700亿的 800亿的公司放一倍 这个应该说是很可观 另外呢 从港股那边 中国东方教育我们也看到了 将近也有40%以上的反弹 最近大家看到没有 港股是其实走得蛮弱的 但是呢 这些教育个股在港股走得是蛮强的 还有一个是一家好未来 它做K12的 K12呢 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 也是放了50% 所以说我觉得从A股 港股和美股的教育股来看的话 市场都是比较受追捧的 那我觉得这类呢 可能会引申到地摊经济之后 但会找这点品种的一些机会 我觉得会增加啊 相关的个股呢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高效背景的 像中国高科 背靠的是北大 然后上海的盎力教育 背靠的是交大 对吧 还有一些比如说 背靠的是一些央企控股等等 那这类呢 我觉得是有资源优势的 那这类企业呢 我看来大部分公司啊 它其实位置还蛮低的 那我觉得这里面的一些 补涨的预期 包括它会增加就业的预期呢 可以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 好 稍后回来 我们来看看余伟觉得短期啊 这个当下这个市场 大家可以关注一些 什么样的品种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投票 了解一下 在我们金融股市微信当中 招募的锐头顾 只要您是有资格认证的 投资顾问 都可以在有看多数上面 一时伸手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选股 你势赛必得 得心应手 手到前来 看盘 你举重若轻 轻而易举 举世无双 挥舞你的点睛之手 燃烧你的投资之魂 最强投股擂台 以为你升起 不服来战 报名入口 请扫二维码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大家好 我是黄伟 炒股不能凭运气 要靠好的方法 那我会把我实战中 日常讲解的 三杨开态抓超跌 介绍给大家 现在扫码 领取一份 跟着我一起抓超跌 三杨开态抓超跌 贴近盘面的场景教学 找到案例股 分析个股的超跌形态 和放量规律 教你掌握超跌标的 核心炒作逻辑 把握到手的反弹机会 没有逻辑 寸出难行 眼睁睁看反弹 却总是追高被套牢 如果你依然没有好方法 建议扫码领取 三杨开态抓超跌 我们教你学逻辑 明明白白做投资 通过每日视频教学 案例股总结讲解 理论结合实战 提高你的选股能力 同时黄伟老师还总结了 四种经典买入形态 和五种卖出注意事项 轻松把握买卖节奏 现在扫码领取 找准机会再做交易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在家办公 但是我依然拥有 体面的办公地址 在家办公 但是我还能接听 办公室的电话 在家办公 秘书和前台 仍然可以按照我的指示 接听电话 并且转接给我 拥有一间市中心的办公室 以及遍及全球的 办公网点供我使用 在家办公 也可运筹帷幄 全靠我的专属支持团队 市服宏图虚拟办公室 远程办公方案专家 赶紧拨打 400-689-6855 由于预期落风 在上周一股连练 中国发布对美加弯短 炒股何必这么累 快上九方志投 学炒股上九方志投 九方志投 识着买股票学习平台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股市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听一听于伟的观点 只说在2900点附近 反复震荡 还有哪些品种 大家可以逢低关注起来的 于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好 那么 我首先来讲一下 我对目前市场 我自己的操作上面的一些顾虑 和一些想法 就是因为现在其实 今年结构情况 特别明显嘛 就是成长股 我们说成长比较好的股票 长得非常好 比蓝筹还长得好得多得多 那么相对应的 其实它的估值提升得很快 就是是涨了一些估值 那么我对比了一下 就是选了两个指数 一个叫国阵成长 一个叫国阵价值 一个是偏成长的一个指数 一个是偏价值 或者蓝筹的一个指数 我们对比一下它的估值情况 像国阵成长的话 它的市盈率 是目前的指数 就平均的指数 27.32倍 那么看起来还不高 但是就这个指数而言 已经到了分位数的100% 它的最高值 就是目前就是它的最高值 已经超过历史的最高值了 那么最小是15 就是超了很多了 那么国阵价值 国阵价值的话 就是在比较低的位置了 就是在分位数的18.63% 这是市盈率方面 那么另外一个市盈率 市盈率也是国阵成长 它的市盈率的分位数到98了 等于是历史最高点了 那么国阵价值是7.84% 就是历史的最低位 就这种对成长的一种溢价 是不是到了一个顶峰 会不会做这种风格的切换 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 包括也在仓位下 做一些调整的 就是逐步逐步可能做 保住今年的胜利果实吧 其实今年其实很多成长股 如果你做对了 今年可能40% 50%的一个收益 已经很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想的是不要再吐回去 那么这个时候说 但是指数好像又在比较低的位置 你不愿意空仓 那么这个时候 你怎么就是把仓位调整一下 就是从成长股 是不是换到一些到低位的 我们看到地产保险 其实也动过了 不是说不动 那么这个地方 你又不会踏空 那么这个时候 又可能 如果是指数做风格切换的 你又可能追到下一波 那么最近是我在想这个问题 可能逐步逐步换 那么有一个 同样一个 一个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一个 可以跟大家说的一个现象 这是一个做地产的朋友 总结的一个表哥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他其实做了 30家地产公司 和三家白酒公司 就是再加个洋河 然后再加上 30到20几的地产公司的 一个求和 就是净利润 就是前10名的地产公司 净利润是2000多亿 总市值18000多亿 茅台净利润400多亿 市值差不多 就是它的利润差距非常大 其实这些都是很好的公司 中国最好的地产公司 那么加起来就顶一个茅台 那么 20到10的 这些地产公司 加起来等于购物良益 就这种 你不能说白酒太高估 我不能下这个结论 我觉得可能 茅台 五良益它的估值 你不能说很离谱 就可能也就30多倍 40倍不到的一个估值 那么 我要说的是地产股的 估值太低了 你只能说 反过来说 这种蓝筹股的估值太低了 包括保险 包括银行 它们的估值太低了 会不会有一些 场线的直接去做切换 这是我要想的一些问题 所以在具体的操作上 我觉得 你不一定要去追高了 就是你可能还是找一些 既有确定性 位置又比较低的 估值比较低的 相对安全一点 就是现在是 以安全为主吧 就是进攻性的东西 其实位置都挺高了 你可能会留一点仓位 去做一些趋势的 但是逐步有些 还是找一些投资逻辑吧 一个是高景气的 其实我也说过 建材 工程机械 这种高景气的 可能我觉得这波行情 应该还没结束 可能还会贯穿前年 就是大概调整了 两到三周吧 这就包括我们看海螺水泥 包括像 三亿中工 三亿中工 两到三周的时间 现在还没有结束 但是从估值和近年 成长确定性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可能里面资金 没有出来 我从一个成交量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没有大量的机构出逃的 那么可能还会有个酝酿期 等很快逐步逐步的 就是它的中报开始预告了 那么如果有超预期的 可能再会来一波行情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关注 相对来讲估值不是很高 虽然也是趋势票 但是估值不是很高 另外一个是极低估值 绝对在历史估值低位的 地产和保险 那么地产是有个边界的改善 就是我们这几天看到 一些地产公司公布的销售数据 非常亮眼 就是还是一个增长的状态 然后保险是因为 可能我们整个的利率 下行的整个预期 可能又得修正 所以来了一波行情 即使没有持续的学生 它的低估值也能保证你的安全 那么最后可能是盈利复苏 我也讲过 可能现在预期是比较差的 但是我比如说看到 美丽集团创了历史新高了 可能它的业绩今年 肯定还是不好的 但是大家是在想一些 后疫情的一些事情 就是以更长的一个视角 更长周期的一个视角 去看这些板块 比如说航空 比如说消费电子 可能今年业绩不会特别好 但是疫情过去以后 它一定会有个恢复 那么这些板块 可能逐步位置不是很高的话 是可以逐步关注起来的 就这些方向 我觉得只挺好的 好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思路 就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 然后在今天的 有看头的锦囊当中 我也介绍过 余伟现在是有两个产品了 你这两个产品 刚刚我也介绍过 就有一个产品 新的新上线的产品 可能它是偏价值方向 是吗 就是偏中线 但我印象中 你应该都本身 就是比较擅长的 就是价值投资 所以这两个产品 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来讲一下 就是第一个叫未来优势 未来优势主要是 长线的成长股 就是其实偏消费 偏医药 这种波动比较小 波动没那么大的 一些成长股 那么仓位比较分散一点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们叫成长先锋 其实从这个名字上 其实也看得出来 就是制作成长股 这是我想尝试 做一些科技股 就是科技股里 它的成长性 绝对会比消费 短期的爆发力 肯定会比消费 要更强一些 那么我会去找一些 位置比较低的 这波行情 其实我的收益比较好 其实做的就是 消费电子的这波反弹 那么现在为什么 刚刚看到是 大部分又配到 消费里面去了 其实我配的是 低位的消费 等一等 我觉得科技 还是个波浪式的操作 但是未来还会回到 科技的方向上 就是一个科技 一个可能以消费为主 有一个区别 好 所以也欢迎大家 到我们的 有看头的锦囊当中 关注到我们 越的锦囊 当然也可以通过 我们金融股市 微信的头条的推送 点击阅读全文 也可以直接关注到 接着我们来听听 临时音乐 我们来说说 当下的操作策略 我刚刚听下意思 就是好像 如果说跌破2,900 好像是个机会 是不是 但是万一没有跌破 你建议大家怎么做 就这两种方式 市场呈现出来之后 应该有怎么样的 对应的策略 当然什么情况 都可能发生 确实2,900 它也踩不下去的话 就是一种强势争理 也有可能 当然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对于你操作 是不影响的 比如说你看好了一些方向 因为它不会跟随指数 指数不跌 有可能它有些品种才跌 比如这两天 我们看到一些群众 它又开始冲高回落了 那其实我觉得 我前面刚开始也讲了 就是侧重点 如果增量资金要进场的话 它会配哪个方向 那我倾向应的 可能群众会成为 他们的所有 但是我想问的 就是你认为 会有多少增量资金呢 增量资金 其实我前面说过了 就是6月份 至少富士罗素 这比有一个 确定的信赖200 富士罗素一般配的 不都是应该偏中盘 对 对不对 或者偏成长的 它不太会配 什么轻松地产吧 是不是 金融地产也要看的 就是如果是一些 优质成长股的话 我相信他们还是会配的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说 增量资金是有的 只是说眼下 大家看的数量 好像没有什么增量资金 但是我觉得这个增量资金 它是要有一个 时间段的沉淀的 不能说每天都要 寄希望它每天都放量 这是不现实的 对吧 然后我认为 6月份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窗口在什么呢 这个时间点 会不会有降准预期 甚至是降息 因为6月份 大家也知道 往年6月份 这个时间点是年终考核 政治税缴税等等 这个是资金比较紧张的 一个时间点 然后我们看到 上个月 央行逆回购 整个投放大概有6、7千亿 为什么一周会投放这么多呢 就在于装向债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需要很多钱 那么这个月呢 我们看到 它有一个MF到期 也大概要有7千亿以上 所以说这么大的一个流动性 它这个变化 它会不会采取一个 降准降息的动作 但如果会有这个预期的话 那么是不是大票会动 比如说一些地产类的 或者是一些金融类的 券商保险 它可能会动 因为有这个预期在 对吧 如果这个消息出来的话 那他们位置比较低 升轻 反弹起来也会快一点 然后我测重一点 前面余悦讲的 我觉得地产股 我也是相对来说 还是认可的 但是我觉得还补充一下 就是可能测重于一线地产 过去5月份的地产销数据 是非常亮丽的 但是呢 是基于4月份的 黄比数据 基数比较低嘛 然后呢 它黄比数据增长得非常快 但是我看来同比的数据 只有一线地产股 增长是比较快的 三线 二线的一些品种呢 它其实增速是比较一般的 所以我认为呢 接下来如果要做这个品种 你一定要找龙头品种 因为大家也看到 现在分化很严重 所以我觉得 在大家选择的时候 应该会有一个方向 不要去看到 因为这个品种 位置都很低的 对吧 那你要看它基本面怎么样 也不能单看估值 市境率 也要看它的市场的一个流动性 比如说它的一个现金流怎么样 综合去判断 那么这块我觉得 它可能会有优势 而且呢 龙头性的一些公司 它借贷的成本会很低 我看了一下 过去一段时间 旺科和葛卓办 像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 只有百分之二点几 这个是一些中小房子 很难想象的 基本上那些中小房子 利率都很高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 他们的资金优势 也会非常的明显 这个也是这样 我们去关注的 好 稍后回来 我们来看看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们 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的 投票结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大家好 今天将会把我们在实战中 经常使用的 短线操盘系统 三根均线买卖法 送给大家 只要扫描二维码 每位朋友都能领取上手使用 三根均线买卖法 通过5日 13日 21日 三根均线 轻松教会大家 短线股票的买入卖出 及持仓思路 简单易懂 到底能不能帮你抓住 低位上涨拉升的股票 你不妨扫描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市场上炒股的指标 虽然不少 但是适合自己的 短线操盘系统 却少之又少 三根均线买卖法 区别于传统的 五 十 二十日均线 参照菲伯拉切数列 对指标进行修正 并通过大量实战案例 视频教学等方式 系统帮助大家 构建自己的 短线买卖模型 严格执行 把握机会 现在扫描二维码 立即上手使用吧 在没有决定装修前 不收一分钱 马上拿起手机 扫描二维码 或拨打64576688 了解更多详情 在鱼润 60平米机以上 半包每平米666元起 60平以下一房一架 不露相不加价 8000平米展厅 主材随心选 高于市场价 差价5倍返还 想知道装修要花多少钱吗 马上拨打64576688 或扫描二维码 找到答案 施工进度 材料验收 工程质量 微信实时监控 还送第三方监理 隐蔽工程保十年 其他工程保三年 我们就在桂林路418号 地铁9号线直达 不方便来公司 就拨打64576688 或扫描二维码 鱼软为你解决一切装修难题 海纳百川 海巨英才 2020年上海高校毕业生 重点产业青年 职业建席扩大行动 高校应届毕业生 落户数量提增行动 青年人才 安居保障行动 已在路上 你加入了吗 闯上海 闯未来 做波段 股民朋友们都想做到高抛低息 但往往却总在追涨杀跌 为什么 因为你还没有掌握 一恩一轨道线买卖法 这个方法重点在于 一个指标三根线 通过观察股价 是否打到上轨 中轨或下轨 就能帮助你判断关键信号 现在扫描二维码 马上领取 博仲投资首席投资顾问 王静青 在1.0版本上 进行了全新升级 新增20个实战案例解析 理论家应用 满满50页的战法精华 将如何设置指标 使用方法 重要口诀等等 全都描述得清清楚楚 一看就懂 马上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吧 近期市场震荡加剧 波段性行情机会可能增多 千人一步 掌握一恩一轨道线买卖法 说不定就可以发现关键信号 马上加入波段博弈 赶快扫码领取 欢迎回来 接下来请出黄伟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 黄伟你好 好的主持人 我们看到今天市场是出现了一次比较明显的回落 虽然说这个阴线的实体不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从技术层面上来说 他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动作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首先看右边的这个阴线 正好是来到了年线的位置 我们之前说过三个交易日 20天 半年线 年线全部拿下 如此临利的上工 那么接下来 可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技术修整 而这种技术修整到来的时候 我们认为是这个把握机会的时间点 而并非是丢盔弃甲的这个时间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些观点 首先我们认为指数回彩年线 是强势突破之后的正常调整 刚才已经说过了 而我们从资金层面就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 北上资金继续流入 市场情绪也在不断的复苏 我们可以从左边的这幅画当中可以看到 在今天尾盘的时候 北上资金双双互股通 深股通出现了大举的买入 那今天净流入是超过了40个亿 这就是当下市场最为真实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 行情向纵深发展 或者是说热点板块向纵深蔓延的这样的机会 说到热点板块 可能最近大家都在热议地摊经济 那我们说不管是当下的地摊经济 还是之前的网红经济 或者是网红直播这方面的一个概念 都属于消费 所以我们把消费分为两条线 第一个是线上 我们认为是网红经济 它的想象空间非常的大 中线行情级别也是非常的大 而到了线下 我们认为是地摊经济 那这个地摊经济的群众基础 是非常的广阔 也非常的好 短期有望保持继续的活跃 所以我们认为整个消费主线 将围绕这两个 这个经济去展开 那具体而言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前面网红经济的龙头神广股份 短短一段时间累计涨幅达到了200%以上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同步看的ABC这三个案例 都属于地摊经济概念股 它们都是从底部开始启动 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对比上来说 那地摊经济在后面活跃 或者继续向纵深发展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的高 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机会好好的把握一下 说完之后我们来给出我们的选股思路 我们认为主力资金进攻的路线 非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地摊经济的场所 也就是物业经营 代表就是小商品城 那这里面呢我们会选择出一些优质的品种 包括第二个就是设备 比如说像餐车小货车三轮车等等 那代表的当然就是港股的五零汽车 那这当中我们也会选择出一些核心的低位的品种 还有像货源 像一些啤酒消费 这个小龙虾皮鞋等等 就是一些小的商品 那代表我们可以看到是珠江啤酒 所以说我们觉得像以上的三条线 场所设备和货源 我们都会从目前的A股当中选择出一些 相对比较优质的品种 那和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 所以说我们以上三大资金进规线路为基础 详细梳理地摊经济核心概念股 那今天呢我们给出的就是地摊经济核心股的深度梳理 那这份报告呢希望大家能够拿回去好好看一看 首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获取地摊经济核心股的深度梳理 好说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认为今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科技里面的光刻胶出现了调整 这个在之前很多人也非常的关注 那么光刻胶的调整到底是意味着科技结束 还是中间的一次暂缓呢 我个人觉得以光刻胶为代表的芯片 在当下依然是一个趋势性的风口 所以如果出现调整 我们认为整个芯片产业链仍旧具备机会 比如6月1号的中芯国际盛美半导体科创版上市 受理以及6月2号韩5G科创版最快的审核记录 大基金成为紫光展锐新进的股东等等 一系列的动作都已经表明政策封口已至 国产芯片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受益于地单持续扩张 以及产业链公司将会受益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昨天也讲到了 比如说产业当时提到的这个操作系统 比如说像中国软件啊 尘卖科技 都是受益于操作系统这次红利出现了大幅的飙升 所以我们觉得此次芯片围绕中芯国际产业链的一些机会 都会难来到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选择中芯国际和韩5G产业链的上游公司 第二个已经打入供应链的和技术面出于低位 并出资金关注信号的这样的一些品种 那同样我们今天也是给出了芯片产业链潜力爆发股的名单 也希望大家能够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予以索取 好的主持人 好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明天在市场当中可以申购一支新股 金红气体 787106的代码15块418的价格2万股的申购上限 大家记得去申购一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 半年限年限支撑有效吗 认为说有效的是45% 认为说不是的是55% 仓位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 今天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 20对23的加仓减仓 我们来看几个数据吧 今天北向还是在买入 我们来看一下北向买入的品种 户股通是10个亿 然后深股通是30个亿 买入比较多的是东山精密有3.7个亿 贵州茅台2.6个亿 上汽和五粮也是卖出为主 我们再看一下两融余额还在攀升的过程之中 这是截止到昨天的10958亿 但是上升的速率在放缓 最后我们看一下科创板 要说科创板现在要明显分化了 今天还是有200多亿的成交额 但是呢是跌了0.27% 而且一直都是有上一线 就是来回拉锯的 所以高低切换这个也比较明显 再加上今天很多的高位个股 出现了大幅的调整 我们来说说明天的操作的思路吧 林师傅建议大家明天怎么去操作 早盘怎么看盘 我倾向明天可能会继续调整 就是反正往下有踩的动作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积极配 你觉得什么位置上比较合适 2009吧 2009的平台 当然看前面的调查 有人说是要破这个位置 对 我觉得占比比较大 说明说这些资金在外面的人比较多 现在就是大家就很难说 你卖掉以后它没跌多少 你只想等它大跌 那就是没有止步大跌 所以我觉得现在场外资金反而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认为应该说你看好的品种 如果不是高位的话 其实也可以忽视指数 可能它跌得很少 你可以去马上去配它们也可以的 对 因为你比如说像我们说的 像群众什么的 位置比较低 像金融地产这些的 其实位置比较低 那你就配的话 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大的 对 因为这行情就算破了2,900 跟它们关系也不太大 对 所以我认为应该说 你只要不碰高位的这种品种的话 其实对指数的影响 它就相对的可以忽视一下 好 余伟呢 主要还是盯着自己看好的板块 就是尽量不要太多的 关注指数的一个涨跌 就是如果自己看好的板块 然后早餐如果有个下跌的话 不用太大幅度 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幅度 就可以我觉得 从中的去逐步逐步配置自己的仓位 到自己看好的板块上 特别是我刚刚说的是 从高的板块到低的板块 这种交换可能要在这几天完成 那么也布局下一步的一个行情 我刚刚讲比如说一些航空 主机有启动了 比如说消费店 走这一步啊 睛 大家再见 去下期再见 这 踏边 两者 八人 再一个 再一个 industry じゃあ 来 顺势而为拥抱成长 慢值十块 道众一术 远行业看业绩 行业为刚趋势为往 拨断交流 投资大人 席剧一谈 众说纷纭 华山论剑 每个周一日晚七点 谈股论金 为您开启价值投资盛宴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本节目由青岛啤酒 奥古特荣耀呈现 2020年上海高校毕业生 闯上海创未来 青年人才计划重点扶持行动 已经热烈启动 提升城市 活力 动力 创造力 后职都市 人才 英才 天下才 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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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中华 雨露滋润 和肥贵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 张老师选策了一条股票 就是 理论金节目